農民的愤怒的原因是在于说 现行的土地征收已经变成了土地炒作 建商开发的工具 土地征收涉及的是一个基本人权的保障的问题 建院长觉得还没有站在农民的立场来考量 事情没有解决 安抚没有必要 院长的指示 刘正宏甩不甩啊 我要告诉大家 我很怀疑 为什么是选在农民已经发出怒火的7月16号的前夕 7月14号才来紧急的安抚农民 而不是在更早的这半年 可以按部就班的来达成修法的过程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 我们要再次强调 事情没解决 安抚没必要 那我觉得院长的谈话集中在个案 也就是他对大埔跟相思聊都非常的了解 然后但是呢 他并不了解农民真正的诉求 那院长也特别要求我们要替他讲话 他的意思是说 个案他也很努力 那我要说的个案这个部分 我们肯定他的部分是在于 他同意大埔那四户没有解决的 目前要进行新的会刊 然后相思聊 因为在最近我们的努力之下 我们也很希望不要拆人家的房子 不过看起来有点难度 所以可能会有住宅以地异地 也就是说在个案这个部分 确实院长有承诺 就是可以再进行会刊 这样 农民的愤怒的原因是在于说 现行的土地征收 已经变成了土地炒作 建商开发的工具 政府反而还透过土地征收的手段 夺走基层农民的生存权 然后来把这些土地便宜的 卖给这些财团 或者是便宜的来做开发 这个才是人民愤怒的主因 所以我们所诉求的是制度的改变 是土地征收条例要修法要解决 那针对修法他有没有做出任何 就是释放任何善意 现在好像没有禁定 对,针对修法 我们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吴院长谈话了 去年的11月12号 我们也同样来到行政院 提出民间版的修法 去年的3、4月 我们也去拜放内政部长 也提出民间版的修法 当时他们答应我们 在5月份这个修法 可以在立法院讨论 可是事实证明并没有发生 所以现在呢 院长是说7月 他认为纷扰的7月过后之后 愿意跟民间 还有这个内政部来做一个辩论 黄院长是不是有提出华山论件这样的东西 对,他就是说 只是说 那针对官方版的土地征收条例 跟民间版土地征收条例 之间的落差的部分 那他具体指示说 那请内政部地政师 负责这部分修法的官员呢 就是跟我们台湾农村政县的代表 做一番华山论件 辩论完之后 那他再来做一些参裁 看看要不要有哪些 要愿意再继续裁 我们民间版的查案的内容 我自己觉得 吴院长今天建台湾农村政县 跟这个农民联盟 我觉得吴院长心里头 应该有很多的不爽快 所以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简单的做了几个记录 吴院长小小声的花语池里头 说了将近五次的model 那当然他也特别强调 他对我们这一阵子 提出来的诉求 他的不爽 吴院长说 他看批台 然后听徐老师的发言 听起来极为不爽 那至于我刚刚讲到的 吴院长的发语池 我觉得这是表达他对我们长期以来 对行政院的监督的不满 那所以我认为 坦白说 我认为院长不该讲这样的话 也不应该以那样为作为发语池 我觉得他某个程度是有益的 否则不会连说五次 TVBS的一个邀请参加2100全民开讲 那在会中呢 我对道普案 行政院没有真正实现他们当初对农民的承诺 其实我提出一些批评 那今天行政院吴敦义吴院长呢 就针对我在电视节目上的一些批评 他非常不以为意啦 他也好像也稍微有点情绪啦 那吴敦义吴院长呢 他是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你还要再来批评我 24户已经解决20户了 还有剩下4户了 不过我也特别提醒吴院长 我在电视上有特别提得到 我只针对这4户来谈啦 那他说那你怎么没有赞扬那20户的一个处理啦 那我想这个这个 我们关心的是那些社会的弱势啦 所以所以 如果真的吴院长很不爽 我也希望他能够多包含 多包含 因为这是基本人权 基本人权不是用属人头的 一户就是一户 我要问各位的就是 江国庆案 江国庆几个人呢 江国庆的冤死案引起社会多么大的争议啊 江国庆只是一个人 因为他的基本人权被剥夺 那我们看到土地征收 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因为人数的多或人数的少 那就来说他做得很好 因为当初吴院长的承诺是针对所有的农民 大普的所有农民 他当初没有说 爱之大多数的解决就可以的 少数这个可以 就是这个 另当别论 没有的 因为是基本人权 我们就必须要 特别的 小心 那 院长只是说 那请都委会委员再去现刊 去看看可不可以再 重新做审查 所以等于说有个转环的空间 有可能有个转环的空间 但是那个取决于 苗栗县政府 愿不愿意再提出一个 都市计划的 变更案 变更案 因为不然内政部不能直接 月籍 要帮他做变更 所以苗栗县县长他不愿意再提出一个变更案 其实县长 院长的免疫 还是就会被地方政府给打掉 院长的指示 刘正宏甩不甩啊 市寮有三户的个案 目前有弹出换地的可能性 不过这个不是行政部门主动的 这个是向市寮后援会协同詹律师 以及非常多朋友的帮忙 然后来跟这个国科会讨论的 我记得院长有一句话讲的很妙 他的意思是说他很努力在解决的 要我们要顾江湖道义 不要再上凯道 可是这可能是他的认知 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很努力解决那个部分 况且这个上凯道也不是个人的意见 而是农民真的感受到 这个土地征收制度的不合理嘛 所以这不是江湖道义 不是个人情感的问题 屋院长所说的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 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看到 第二个 大普相思聊 我们的行政院不断的从去年就说圆满解决 到今天 我仍然必须说还没有解决 更重要的是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 一日不动的话 无烂的开发 无烂的征收 从来不会停止 建屋院长 觉得他没有站在农民的立场来考量 所以我们呼吁全台湾 只要关心农地 关心农民 关心粮食的人 请他在1716中会开到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